中央电视台 大连海昌是陈姓彤 第三盘双打 丘林格瓦斯出场的是 姚俊宇和圆雪娇 大连海昌俱乐部出场的是 常晨晨和李嘉义 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盘的比赛 就是大连海昌俱乐部的文家 对丘林格瓦斯的乘客 等一会儿我们再介绍有关背景材料 首先由陈可发球 陈可是左手红卧球板 今天作为文家和陈可都是左手 所以在战术上会有一些调整 因为平时左手对左手的几率 是比较低的 文家曾经获得过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这个队员也是在国家队 是属于一流的运动员 它的主要特点是 基本技术比较扎实 相持能力比较强 摩擦球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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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家今年是25岁 现在文家擦球 文家在2008年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女子弹打冠军 2009年获得全运会的混合双打冠军 身穿红色球衣的陈可 她是比文家小几岁 今年是只有17岁不到18岁 这个队员是全国青年锦标赛女子单打的第6名 也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双方正在进行的是第11轮的比赛 这次我们进行的中国平方球超级联赛 还是采取第一阶段式循环 叫双循环赛 也就是一个队和另外的这9个队 他要进行9场比赛 在自己的主场打9场 在对方的其他的各个客场也打9场 也就是每一个队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这样的话根据你的胜负最终排出1到4 如果你的最后能进入到前4名 那么这样你就能够争夺后面的冠军 如果没有打到前4你打到第5了 那这次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后面的前4个队继续打 就进入到第二阶段 现在这两个队呢 一个是处在第6 一个是处在第7 应该说都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他们也正在为努力进入前4名 中国乒乓球就是后继人才辈出 像大家看到的这个年轻的选手 17岁的陈可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从步伐到技术 都是相当不错 刚才这个多数发球 隐蔽性也比较强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现在到关键球处理 刚才是文家领先 被乘客追了回来 漂亮 这个球乘客处理得非常好 主要特点是节奏 先慢后快 快是相对慢 你必须有节奏的变化 才能体现出快 现在打成视频 打成视频以后 就是一方发一个球 这时候一般的运动员 要回忆在整个的局里面 哪些球是有危险的 这时候要把好钢 用在刀刃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介绍的 这是 大连海昌俱乐部的文家 它摩擦球的能力比较强 制造弧线的能力比较强 这样它的位置物就比较少 再加上控制台的面积比较大 拧一板 这是一个高级动作 今天可以说是小向陈可 向这个比较成熟的文家 发起挑战 文家是2008年 中华平方球锦标赛的冠军 陈可的反手相对比较稳健 但是文家这个时候 它也很机敏 不断地变陈可的正手 造成了陈可在反手变正手 这个环节上稍微显得慢 露出来了一些漏洞 形成相持又变现了 漂亮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这是本场出现的第一个 十分精彩的球 打了十几回合 文家还是靠辩对方正手 最后在正手位得分 最终的文家在第一季的比赛中 就以14比12取得了胜利 观众朋友 大连海昌俱乐部 它是隶属于 大连海昌集团有限公司 它们成立于1992年 集团总部设在大连 它是一个综合的集团公司 像船舶运输 房地产投资 主题公园 农业生态等几大支柱 特别是主题公园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大连老虎滩的 青岛极地的 天津极地 海洋世界的 像烟台的 包括后来上海 所以 它们能够进入到 中国平方联赛 然后给予 就是 这个平方球俱乐部 以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 像文家 他们在今年的比赛中 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相比之下 像丘陵格瓦斯 集中洲俱乐部 中洲集团 它是做了在 全国著名的 生态局中国第一 国际漫城 所谓的 就是高纯 它也是一个 非常综合性的企业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两个企业 支持这两支球队 能够在这次平朝联赛中 有出色的结果 其实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就是经验 经验不够 陈可没有抓住机会 陈可在第一局 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 因为他几次 都是领先一分 陈可今天 比较成功的一点 就是对文家的 反手弧牵手 拉起来这一板 他采取了这种 以柔克刚的办法 先找落点 然后再发力 那么文家 就是看到陈可的 反手比较强 所以注意 在反手相持的过程中 突然变对方的正手 双方都是 但是在打塔上 可以说都是比较明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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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连海昌俱乐部的 文家发球 海昌俱乐部的教练 是韩阳 休林格瓦斯 中州俱乐部的主教练 是周星江 大家可以感到 像文家呢 显得就更加稳健 出手的时候呢 就更有数 而且相对比较合理 他文家呢 比陈可是大了七岁 七八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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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大连海昌俱乐部除了文家以外 还有长城镇 长城镇也是2013年的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 所以从整体实力来看 今天大连海昌俱乐部略强一些 你看乘客就在这些小厨方面 显得就是失误比较多 但是在整体上来看 就是个架子很好 基本技术也很娴熟 但是乒乓球就是这样 在一些细节上一些小球上 这个是非常实惠的 一旦不行就可能东一分西一分就没有了 乘客的连接非常好 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乘客落后 然后追回领先被文家翻盘 在这一轮的比赛中呢 这是一个北京队 现在是叫北京首刚乒乓球俱乐部 在联赛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山东微珊瑚俱乐部 首刚乒乓球俱乐部呢 他们是连续的八场取得胜利 那么到继九场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问题 终止了他胜利的脚步 但是没关系 他们现在还是在应该在第一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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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乘客发球 森林获得全国青年级标赛的第五名 文家举手说这个球是刚才擦网了 漂亮 你像文家的这一板球具有一定的力量 但是他非常注意最后的摩擦 所以球呢弧线比较稳定 而且也比较向前冲 不太好接 和第一句一样又打成视频 今天17岁的小将陈可拼得还不错 而且在这个年龄里应该说也显得比较成熟 特别是在节奏的把控上不错 有快有慢 这个球发球已经很多次见效 就是这个侧手勾手效果还非常好 这都是以两分的优势取得胜利 双方打成了1比1 接下来呢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今天这场比赛呢 第二盘比赛是 丘陵戈瓦斯其中州的王曼玉 这边呢是陈姓彤 就是大连海上 然后今天长城镇呢 是打的第三盘的双打 他和李嘉义将对对手 就是姚俊宇和袁雪娇 今天对文家来讲是一个援军的挑战 这个小将陈可啊 现在是越打越来劲 所以文家来讲呢 主要还是发挥自己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一个是岁数大经验多 变化多 第二个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比较稳健 为事务少 还是靠变对方正手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个陈可啊 在反手相持中 突然从反手到正手 这个环节的时候 显得稍微有点慢 一般的发不出力 只能架一把 但是他这个勾手发球 是明显的占据了优势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文家已经吃了 可能有三四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阗监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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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位置 旁边这个应援就是常晨晨 他今天是 首先上场是打的第三盘 是打双打 谢谢 所以这个发球 这个丁宁是下蹲侧坎之发球 陈可这个他不下蹲 他直接从侧边来坎着 他这样手腕往往像弯东西一样 他能使上劲 再加上下手出手的时候 这个角度可能有所变化 所以接球一瞬间的时候 这个旋转就不太好判断 今天在这方面给文家制造了很大的难题 文家已经吃了四五个 直接吃法球就吃了四五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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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家现在两个特点发挥都不错 一个就是相持过程中 基本上不失误 一个就是变住反手以后 直接变对方正手 在这两个方面占了优势 但是在接发球环节上 吃发球吃的比较多 特别是对方的勾手发球 另外文家在相持中发力和对方都有 但是文家相对失误少 他相持中突然发力这一项 突然变现这一项 这方面的失误率都比较低 而乘客在这方面丢得多 漂亮 谢谢大家 第一局打到石瓶 第二局打到石瓶 第三局看着又要照着石瓶来 所以两个人差不太多 但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乘客在发球上 明显比文家要强 特别是勾手发球 文家已经吃了四五个 那文家在相识上的控制能力 特别是五位失误比较好 掌握得比较好 所以女拳手这个力量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杀手锏的话 你很难得分 到关键时刻这一锤定音 定不了音 又来了 现在文家就抓住了陈可 反手相持的过程中 突然变成可的正手 这时候陈可慢 你看这个球 给他正手 他慢了 慢一步以后 紧接着文家 这一板就发力了 所以这是陈可的一个弱点 反手变正手 这是他的一个弱点 漂亮 这球呢 文家是观察出陈可 破釜沉舟要侧身 所以在他侧身的一瞬间的时候 马上给他正手 这也说明他这个 一个是比较冷静 一个是经验比较多 10比8 又变正手 连续变正手 这样文家在第三局比赛中 特别在后半段 打得非常成功 目前是2比1 暂时领先 中国平凡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在这几年中 可以说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改进 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这个比赛的赛制 采取了先循环后淘汰 而循环赛采取双循环 也就是每一个队和另外的 这个9个队要见两次面 也就是要打18场 这个就避免了偶然性 我18场打完以后 你赢得多还是输得多 你水平高还是水平低 而不像淘汰赛 你像现在世界杯 一场下来没了 特别进入到后边 小组赛以后 那就是一场见胜负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你这个队比对方强 但是你今天发挥不到位 或者偶然因素的影响 那你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 中国平凡球超级联赛 在这一点上 就是注重于防止偶然性 尽量地反应队的真实水平 所以这个是比较突出 另一个就是为了使比赛打得精彩 就是如果 在第二阶段后面的队 没有打进前四的话 不争那个冠军了 那么这个其实收视也就不太好了 人们的关注度也低了 这个他就 基本上就不继续打 这也是个很好的改革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整个场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颜色 采取了这个红双喜 这个紫系列的这个格调 这是13年世界锦标赛的 这个整个的颜色 然后用的是蓝色的 这个天素地焦 所以整个这个色彩呢 就形成了 这么现在大家看到 比较和谐 也比较独特 还有呢就是整个场内 对这个运动员和观众的互动方面 也做了很多安排 包括有一些现场的解除员 都是使得比赛比较好看 但是呢 这个中国平方区超级联赛和 这个中国平学主席蔡正华提出的 要打造成NBA 美国NBA这个篮球的这个 世界顶级的赛事 这个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呢要不断的 还要不断的想方进行改革 另外能够吸引更多的高水平的球员 到中国来 特别是变成 真正变成世界的中心 让全世界的高水平选手 都在中平平高中亮相 现在应该说大部分已经来亮相了 但是呢 如果能够有更多的球员 现在门家也在不断的嘟囔 嘟囔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提醒的一种方式 说为什么他这个球 我要注意他什么什么 自己虽然嘴里在念叨 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的一个暗示 这是捡了一个 你看这都是经验 有些球看着是没有了没有了 反而得了一分 这得一分 本来该得分的没得 不该得的得了 这里外里是两分球 漂亮 这个打球和写作有相似之处 都要做到这忘我 你像有的作假 他写起来以后 他就忘记自己了 打球也是一样 一旦进入状态以后 他也是忘我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他动作就比较连贯 比较自然 不会呢 犹犹豫豫的 这球好 陈可的这个 这个反手拧 他这个动作幅度非常大 说平他手腕 比较放松 和这个用力 还是比较协调 今天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打得非常艰苦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漂亮 今天陈可给我们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他17岁打球还是很稳健 不急不慌 这个非常好 但是他就是 现在如何在对方反手变他正手的时候 他能够发力 你看这个反手非常显水 无论是中路还是反手也都很好 但是如果人家一变他正手 这时候他正手发不了力感觉 好像能捂一下 这样就给陈家 就给文家留出一个余地 所以在这方面文家抓了不少分 在这局中文家吃发球吃的少了 就对方的勾式发球也没有太发 反了 陈可的整体就是正手的力量是小了一些 像郭月正手那板球威胁非常大 像王楠过去都是威胁很大 第一局双方打成视频 第二局双方打成视频 第四局双方又打成视频 所以这就看关键的处理 在前两个视频中都是文家取得胜利 这也看出在经验上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心态上可能都是老运动员 特点出来了 拉起来 你看这个球其实也有点学问 它拉的时候摩擦很硬地 但实际上没有蹭住球 所以球不是特别转 但是压得太狠了 所以就落网了 这有点假弧圈球的感觉 陈可的正手的力量还需要加强 现在也发了力了 但是没打死 这样的话 文家在第一盘比赛中 就以3比1 为大连海昌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今天是丘林格瓦斯集中州俱乐部 是主场 现在到了第二盘比赛的时候 大家看到 现在丘林格瓦斯集中州的王曼玉 即将出场 他的对手是陈信桐